南加州盛丐博士 今天正式启动 全美第一个城市官方微信账号 希望持续加强与华裔居民沟通 用中文更方便地了解市府的服务法规 城市建设 公共安全 社区活动等最新讯息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盛丐博士一半以上居民为亚裔 其中大多数都使用中文 但盛丐博士府却发现 市政和社区等活动 少有华裔参与 他们希望使用居民熟悉的语言和平台 消除语言文化等沟通障碍 让华裔居民更方便了解 市政府相关服务和信息 越来越多的新移民 在使用微信的账号 使用的人数可能比微博还要多 所以说我们认为 使用微信的话能够更好 更广泛地与本地的居民进行沟通联系 盛丐博士在2015年 启动的微博官方账号 获得了社区居民好评 今年也因此获得 加州公共信息官员优秀奖 盛丐博士府希望启动微信账号 能发挥更大作用服务华裔民众 微信可能效果更快更好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启动了以后 这个华人就会更积极地 来参与我们社区的一些事务 盛丐博士府主动寻求 加强与华裔民众沟通 微博账号启动几年来 以让他们积累相关经验 他们也希望使用全球每月有超过 7亿6千万活跃用户的微信平台 可以获得类似的成功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 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有关 相关的城市信息 或者是及时回答他们的问题的话 这个我们觉得是对本地的居民 最大的帮助 我们使用那个微信的菜单功能 就是一些基本的信息 比如说市政府的联系方式 或本地的一些学区的信息 还有一些水电媒 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我们已经都是已经预设好了 所以说大家只要点进去的话 可以直接看到了这些内容 《洛城十八台晚节新闻》 王宇晨 盛开博采访报道